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对前面讲的这一部分 关于化石燃料的内容做一个小节 一起来简单地回顾一下 在这一小节,我们学习了化石燃料各自的优缺点 它们的加工过程,以及主要的应用领域 紧接着,为了探究它们为什么具备这些特质 我们又一起学习了三种化石能源的形成过程 以及这个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化学和物理变化 化石燃料都是由远古时代的动植物遗体 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转化而来的 先后经过了掩埋后的艳养分解 地壳运动之后,在高温高压条件下 持续的脱缩过程等等 逐渐转化成为了各种有机厅组分 所以,它们的主要组成元素都是碳和氢 还有一定量的氧、氮、硫和杂质 化石燃料在燃烧过程中释放大量的热 具有较高的能量密度 因此是我们现在主要的能源供给 那么,既然化石能源具有这么多的优点 我们又为什么要发展氢能呢? 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具有其两面性 化石燃料也必然存在自身的问题 那么是什么问题让我们必须要发展新的能源 来替代它们呢? 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进入接下来的学习内容 化石燃料的储量和产量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概念 化石燃料几乎遍布全球各地 根据分布的地理位置 以及开采的难易程度 可以将其划分为常规资源和非常规资源 我们能够常规开采出来的化石能源 都属于常规资源 而非常规资源指的是 在没有大规模增产处理 或特殊回收工艺和技术的帮助下 不能以具有经济性的流量生产 或者不具有经济性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存 它的定义我们怎么理解呢? 也就是说 非常规资源以现有的技术条件去开发 投入太高 却得不到相应的收益 入不付出 不具有经济性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开发成本不断地降低 可以产生经济效应 这时 非常规资源就转化成了常规资源 举个例子 海底存在有大量的可燃冰 可以提取天然气资源 但是以目前的工艺技术去开采可燃冰 并从中提取天然气 技术成本非常高 不具有经济性 所以它就属于非常规资源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终有一天 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 将天然气从中提取出来 并且可以从中获得经济效益 那么它就转化成为了常规资源 化石资源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 能够以可接受的成本 很容易被开采的 称之为储量 那么根据勘探的结果 以及这些结果的可信程度 储量又可以分为探明储量 控制储量和预测储量三种 其中探明储量又叫做核材储量 那么它们分别指的是什么呢 探明储量是指 经评价钻探证实油气田可提供开采 并且已经获得经济效益后 估算求得的 确定性很大的地质储存 其相对误差不超过正负20% 控制储量 它指的是圈壁预探阶段 预探井已经获得工业油或天然气 并经过初步的钻探认为可以提供开采后 估算求得的 确定性较大的地质储存 其相对误差不超过正负50% 那么预测储量指的是 在圈壁预探阶段 预探并获得了石油 或天然气 或者是通过综合解释论证 有油气层存在时 对有进一步勘探价值的 可能会存在石油天然气的矿房 进行估算 进而得到的确定性比较低的地质储存 好了 基本概念就介绍到这里 我想同学们最关心的问题 肯定是这些储量可以供我们人类使用多久呢 早在20世纪20年代 当美国地质调查局发现美国的原油即将耗尽时 就发布了全球石油资源即将短缺的警告 石油固解的问题一直被讨论 但一直都有争议 直到20世纪60年代 著名的美国石油地质学家 Marine King Hubbard 提出了哈伯特曲线 它是一种采用曲线拟合 来预测油气资源量的方法 哈伯特认为 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 任何地区的石油产量都会达到顶峰 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 石油的发现和生产将符合一个对称的中型曲线 这也是著名的哈伯特石油峰值理论 1953年 哈伯特根据峰值理论预测 美国本土48个州的石油产量将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达到峰值 后来美国本土石油产量果然在1970年左右达到了峰值 从此石油峰值的问题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但是曲线拟合方法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 与石油储量和未来产量相关的所有估算 都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 因此不同机构和学者对核实可以达到石油的峰值 也说法不一 所以呢 官方统计数据通常也不依赖于曲线拟合的方法 而是使用另外一个简单的术语 碳明储量与产量的笔值 也就是RP笔 RP笔值的计算是基于现有的技术条件 并未考虑未来勘探和生产技术 价格以及需求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三种化石燃料的储量和产量的情况 并应用刚学到的RP笔来计算一下 它们分别还能被持续使用多长时间 再继续使用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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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下转法 明储量卖务 再继续使用多长时间 已经试图后